这个人类幼崽不一般 几十米长的巨猛 都是她的洋娃娃 一人一舌抱在一起 亲密无间 女孩的牙齿更是不得了 咬住餐桌就可以当鞦韆 嘴馋就拿树枝磨牙 她还有个天才姐姐 挽起头发就变身爱迪生 任何不起眼的废弃物 都能改造成各种有用的设备 哥哥也挺牛 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整天在书房研究 各种天文地理 是个满级学霸 就是这么哇塞的兄妹三人 在今天却得知了噩耗 家中莫名失火 而父母在这场火灾中不幸遇难 从此三人变成了 无家可归的孤儿 父母虽留下了巨额遗产 但需要他们成年才能继承 胖叔作为父亲的老友 帮三个孩子 安排了一个新的监护人 是他们未曾见过的 风批表舅 这个表舅连孩子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感兴趣的 只是孩子父母留下的巨额遗产 三人的噩梦自此开始 每天都有干不完的累活脏活 包将几十年的老碗 老鼠扎堆的碗柜 还有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的地板 更可恨的是 表舅带回来一群精神小伙 让孩子们做饭招待 从来没有做过饭的兄妹三人 在这脏兮兮的厨房 实在无从下手 打开柜子 只有鸡蛋大小的蟑螂 除了垃圾就是各种酒瓶 好在姐姐找到了一些 老鼠吃剩的意面 配合妹妹拿来的檀鱼 才顺利完成了一顿晚餐 可是表舅故意为难他们 以没有BBQ为由 直接给了哥哥一个大巴掌 姐姐站出来说 在他们成年之前 表舅妄想得到一份遗产 话音刚落 三人就被关进了小黑屋 第二天 一心想得到遗产的表舅 将他们带到火车轨道上 锁住车门 决定直接杀了兄妹三人 在这危机时刻 哥哥脑海中浮现出 自己学习过的火车知识 对了 铁轨转换器 姐姐立马撕下座椅皮绳 妹妹咬下玩具娃娃的头 然后从座位中抠出一个弹簧 将三样东西连接起来 拉起弹簧 使出吃奶的力气 用力一拉 在最后一刻终于脱险 得知此事 胖叔匆匆赶来 当场带走了三个孩子 表舅气急败坏的吼道 不管你们到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们 这个身上盘着黄金蟒的大爷 生平最爱玩蛇 就连一滴毒液就致命的 稀有双头眼镜蛇 都成了他的宠物 但最牛逼的还是 这条黑色巨蛇 它虽然看起来挺吓人 但大爷说它根本不会咬人 只喜欢和人轻轻抱抱举高高 而这个爱蛇的大爷 三个娃的心奶爸 虽然大爷的爱好 看起来有点吓人 但他对三个娃特别好 还唱歌给他们听 没有血缘能做到这份上 也真是够意思了 这本该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但一个陌生人突然来访 虽然外表十分绅士 但姐姐一眼就看出 这不就是表舅吗 可表舅伪装的实在是太好 根本没引起大爷的怀疑 孩子们集中生智 将字写在蛇的身上 提醒他这是个坏人 大爷很快心领神会 可到了第二天早上 大爷竟然直接挂了 根据法医调查 大爷是死于蛇毒 表舅还装作十分悲痛 他说 一定是那条黑蛇咬的 可姐姐却说 这不可能 因为大爷说过 黑蛇根本不会咬人 他肯定是被你杀的 眼看着表舅就要把他们带走 突然一声尖叫传来 所有人望过去都呆了 妹妹正在和那条黑蛇玩耍 她看起来是那么温顺 怎么可能会咬死大爷 显然是表舅说谎 可此事突然 这妖风吹来 姐弟俩向身后望去 哪里还有表舅的影子 胖叔继续带着撒孩子 来到下一个监护人家里 也就是他们的姑妈 可当姑妈带他们来到集市 却突然偶遇一个白胡子船长 看看这一副嘴脸 是不是很眼熟 没错 又是表舅 他还惦记着那笔遗产 可不管孩子们如何提醒 单纯的姑妈根本不信 反倒被这个老船长吸引 然后就搂着船长 丢下孩子们 回家happy去了 等孩子们回到姑妈家 发现家里根本没人 只看到破碎的窗户 外面就是汹涌的大海 他们又找到一封遗书 看起来是姑妈留下的 难道姑妈突然自杀了 可学霸哥哥马上看出破绽 信中有许多语法错误 作为学霸元老的姑妈 怎么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姐姐又看到姑妈在信中 将他们托付给所谓的船长 这下还用怀疑什么 姑妈根本没有自杀 这分明就是表舅的阴谋 可此时突然狂风大作 一扇门飞过来 差点砸死他们 整个房子几乎都要被吹倒 三个孩子被困在一处 悬崖边的木屋上 地板摇摇欲坠 就在地板快要坠毁时 他们奋力一跳 终于成功脱险 而曾经居住的海景房也 坠入了大海 随后他们划船来到洞穴里 姑姑果然就在这里 在回来的小船上 他们又遭到水智大军的围攻 小船被撕咬出裂缝 邪恶的表舅又来到这里 他心里只有遗产 没有别人 姑姑被他丢弃在小船上 胖叔姗姗来迟 他告诉表舅 如果三个孩子发生意外 他一分钱也拿不到 除非孩子变成他的法定妻子 表舅灵机一动 他不是个演员吗 他请来法官参加演出 在自家的废旧城堡里 逼迫姐姐嫁给他 否则他就按下遥控 让妹妹从上面掉下来 为了救妹妹 姐姐只能答应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在看戏 其实这是假戏真做 到了交换戒指宣示的时候 哥哥悄悄爬到阁楼上 努力拯救妹妹 妹妹倒是很淡定 还觉得很有意思 哥哥把妹妹救到安全的地方 发现窗户上一个巨大凸透镜 这就是姑父生前 一直在研究的东西 阳光通过几次折射 穿过凸透镜聚焦在一起 哥哥旋转凸透镜 正好看见了他家被烧毁的城堡 很显然 表舅就是用凸透镜的原理 悄悄点燃他家的城堡 姑父可能也是被他害死的 此时表舅得到 有姐姐的签字结婚证书 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 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有遗产 这时 太阳从乌云中钻了出来 哥哥用凸透镜聚光点燃了文件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表舅被抓了起来 但是一切还没有结束 胖叔又继续带着他们 去找下一个亲戚 在路过城堡时 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 这里早已物是人非 邮递员送来一封父母 在欧洲旅行时遗失的信件 信上说 有时候世界总是那么凶险冷漠 但是我们相信 善良一定多于邪恶 悲惨的经历 只是漫长人生旅程的第一步 无论身在何处 只要你们拥有彼此 你们就有温暖的家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雷蒙斯尼奇的不幸历险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